上午九點 花蓮港務局附近 都聽得到一聲巨響 但這不是隕石掉落地球 而是污水下水道工程 發生氣爆 現場地上被炸開 一個六公尺的大洞 就連人孔蓋都像飛盤一樣 被炸飛十公尺外 還有一臺剛好行徑 該路段的車輛 被小獅子砸傷 經過消防以及工程人員的初步 刊定 懷疑是剛啟用的 大花蓮污水下水道 韓館內有早期 可能是附近 有其他的工程正在進行焊接 才會產生火源 引起爆炸 而這起氣爆事件 也依起民眾關心 就埋設在大花蓮地底下的污水道 要下水工程 難道都沒有 早期回收設備 在污水處長那邊有 那在這個部分 沿線的部分的話 他只有說提取孔的部分 他可能有通氣的一個部分 但是是沒有那個 這個所謂的早期回收設施 因為費用還蠻高的 所幸爆炸當時附近公園 並沒有行人經過 整起爆炸事件 並沒有造成任何人員受傷 而實際爆炸的原因 就是交給警方調查 記者溫家凱 關聯報導